香港今天中午在街頭再度湧現大批的人潮抗議 可以看到所有人都比出五的手勢 而且高喊口號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而現場還可以看到有人揮舞美國的新調旗 不過從服裝來看可以發現這些人都是一般的上班族 香港網友發起漢尼午餐的活動 而許多上班族就放棄了午餐時間 透過快閃的方式進行抗議 在中環 銅鑼灣以及太古都有人潮聚集 估計人數是達到了上千人 而就連行動不變 八十多歲的年長者也坐著輪椅到場相挺 因為不公平的事太多了 那麼多人都被人拉了 拉完我有沒有所謂 其實今天一早在九龍紅碎 就有黑衣示威者現身丟直汽油彈 而代號續日行動的抗爭也代表三霸行動 已經進入了第五天 在港鐵九龍棠站也發現被人丟直了汽油彈 鐵軌上還留有燒焦的痕跡 東鐵線一直到早上十點才宣布恢復通車 而在街上依舊可以看到示威者用磚頭當路障 同時用水管當成防線 就在下午大約三點的時候 已經能看到多輛警車停在路上進行戒備 而鎮暴警察也出現清理路障 疑似是在為稍晚的清場預作準備 估計香港的情勢越晚還會越激烈